我希望自己的生活可以更有温度 更有味道一点 哪怕它可能是美味 可能是臭的或者是香的 我觉得这样的话会让我的世界更丰富 我最不在意的事情就是已经过去的生活吧 就是已经度过的日子 因为很多时候你没有办法回到从前 所以其实有很多事情是很后悔的或者是很遗憾的 但是我觉得那个可以让我留下来 但是不能够让我继续往前 我觉得别人的评价嘛 别人的评价是我不需要去在意的生活 其实相对来讲我还是更喜欢现实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网络有的时候太冰冷了 就是它可能它是恒温的 但是现实生活中可能它有的时候会很冰冷 然后有的时候会很热的 就是它是很多元化的 我可以让你感受的更多吧 我觉得 我会利用一切可以反光到自己的机会去 小时候我进室了 我妈妈就把我家全部刷成了绿色 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我妈妈就让我多看很多绿色的东西 后来我有了自理能力之后 就开始收集很多绿色的东西 慢慢地收集绿色成了我的一个习惯 我觉得让我更养生了吧 因为中文的环境问题还蛮严峻的 大家都在吵着这个问题 然后我觉得我已经23岁了 那时候已经不用再给予我的身体健康了 55岁的时候我在干嘛 我有一次压力很大 我就记得自己躲在房间里面哭 然后秋江就跑过来填我的泪 我觉得它应该是渴了 完了 我今天给大家去看 我这时候就要去了 这时候吧 我真的散开 就是那时 这个许多第一个月 就是这么多了 所以我现在遇到 我不是很难 就是这样 那天 你 没什么